大家好 我现在吉林市玄天岭的大门口 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好玩的 我们上去走一走看一看 有非常多的古建筑 看一下这个建筑上面写的是吉林市美术馆 这个房子的造型还是非常精美的 这个我们就简单看一下 重点是要爬前面的台阶 往前走啊 这个大石头上面写的就是玄天岭 之前有很多本地朋友们跟我推荐了 然后我在地图上找到了 原来这个地方离那个北山风景区很近 所以我今天就顺便就打车就过来了 看一下这门口有很多的雕塑 这是在干嘛 然后中间的这个雕塑有点意思啊 中间是一个大石头 上面好像是融化了的金属 这个雕塑很特别啊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哇这么多的台阶啊 那个上面好像就是玄妙观 哇这个楼梯挺多啊 稍作休息 等一下再开始爬山 看一下大门口还有远处的山上 居然还有草原 然后这边是楼梯 我就不爬楼梯了 然后我这边是一个缓坡的道路 我们就沿着这个缓坡的道路往上上啊 因为这个斜坡它不是很陡 所以还是可以走的 爬了一半了还没到顶呢 这边好多阿姨们在捂这个彩 彩龙 就这个挺好玩的 之前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人们耍过 挺好玩的吧 各种颜色都有 这是各种各样的健身的东西 挺有意思的 远处的那个建筑又是傻 这没有看到字 不太确定 这个是玄地罐 清乾隆 1738年建的 然后看一下这上面 哇还有很高啊 这个楼梯至少还有20层楼 才能爬到上面那个阁楼那个地方 哇这个建设面积还是相当大的 看一下这边有个大的雕塑 一幅壁画 是一位老者骑着一头水牛 这个牛一看就是水牛 因为小时候我家里就养过这个大水牛 看一下挺有意思的吧 然后要开始从这里爬山了 爬山之前这边还有一个雕塑 外面是一个蛋壳 里面是一个蛋黄 这是一个大鹅蛋啊 这个挺有意思的吧 这个也像是宇宙刚开始形成的样子 对面的那个山顶上有个塔 有个阁楼 那边就是北山风景区 我从那边到了玄天陵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从这个正面来看一下 这个玄地罐 这个大石头上 上面写的是道法自然 这几个字写的还是非常的有力量 好 开始登山了 它这个建设都是非常的对称 左右两边都有这样的小亭子 好 开始从这里爬楼梯了 终于爬上来了 我们走到前面 这个观景位置最好的地方 哇塞 这个吉林这边的这个风景真的是太好看了 看一下这个大房子 再看一下远处的山 山顶上还有一片草原 再看一下对面 那个北山风景区 山顶上有两个阁楼 哎呀 远距离的欣赏的话 也是感觉不一样的 这就是下面那个大鹅蛋 前面是广场 我们拉近看一下远处啊 看一下北山风景区 哇 这个远距离的欣赏 也是不一样的美吧 这个感觉特别的好 它那个旁边那个楼啊 我感觉跟它差不多高 好像有的楼比它还 比这个山还要高啊 远处离这里大概是20公里的地方 还有更高的山 厉害 看一下天上的蓝天白云 好 我们继续往上看一下 往上攀登一小街 看一下 这就是接下来要爬的一段山路 这一块这个山脚下和半山腰 基本上全部都是悬地灌范围类的建筑 左右两边都是 这个里面打得不得了啊 太漂亮了 然后眼前有一个八卦图 不走上面踩啊 我们走旁边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大排放 这个楼梯我估计不能再爬了 因为昨天爬的那个龙潭山公园 爬了得有上下 差不多得有三公里的山路 所以今天这个吃不消了 看一下这边的古建筑建设的特别好看 哇塞 真漂亮 看一下这个大排放 近距离来看一下这个好看的大排放 从这里这个感觉就像是当年看的那个西游记 那个唐僧灯的那个台阶啊 就和这个特别像哇塞 这个台阶这么多 我就不往上攀登了 再从这个侧面来欣赏一下这个古建筑群 看一下这周围环境特别好 这边有一个拱桥 那边就是我刚才拍的那个观景台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